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家承认它为一个国家 科索欲的人口主要是由阿尔巴尼亚族人组成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但是科索欲也有少数的塞尔维亚族人口 令到这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变得非常之复杂 充滞着种族以及政治的冲突 在科索欲的历史中 阿尔巴尼亚族人一直追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以及独立性 1990年年代初 随着南斯拉夫联邦解体 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欲的控制加强 限制了这个地区的自治权 引起科索欲·阿尔巴尼亚族人的不满及抗议 1998年科索欲解放军成立 希望使用武力的手段争取科索欲的独立 引发了塞尔维亚政府 以及科索欲解放军之间的武装冲突 并且导致科索欲战争的爆发 在科索欲战争期间 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欲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对阿尔巴尼亚族人进行驱逐、屠杀以及迫害 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谴责 并促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介入冲突 最后在1999年北约展开空袭行动 旨在制止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欲的暴力行为 最终,双方同意停火 并且同意联合国进入科索欲管理这个地区的事务 2008年科索欲宣布独立 并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 但是他的地位仍然存在争议 塞尔维亚政府不承认这个独立宣言 并且持续努力恢复对科索欲的控制权 因为科索欲的独立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以及挑战 每个国家对承认科索欲的独立地位都不同 对科索欲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好,猜都猜不到我会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科索欲的首都Kristina 刚刚到步,因为很肚饿 我先找你吃 我现在就站在科索欲首都Kristina的Cathedral of St.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大教堂的中楼这里 这座大教堂是2007年开始起 2017年起好 即是起好几年而已 这座是科索欲的国家图书馆 根据英国《卫报》《Guardian》的一项调查 它就是被选为全世界最养衰的建筑物的第三名 这里有个哈林顿总统的同长 多谢他在科索欲战争期间帮了科索欲人 这座的标志是指科索欲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 因为它是2008年才独立的 阶段升至4岁 多谢他在科尼上 大学校像是1个大学校的 4个大学校的大学校 3个大学校 4个大学校 5个大学校 2个大学校 2个大学校 5个大学校 2个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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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来到Forser York首都Pristina的第二天 Pristina的中文是什么 我到现在是不记得的 Pristina在Forser York的战争期间遭受破坏 现在在网上完全重建 在网上说 其实我又看不到有子弹洞 不会像波斯尼亚那样 周围的建筑都有子弹洞 那么恐怖 在这边 在Pristina 很多东西都是德兰修女命名的 这里有他的同像 有德兰修女大教堂 有德兰修女大道 有德兰修女广场 这样 跟随修女同样 communion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